我要向同学们介绍的是一只想飞的猫这本书 一只想飞的猫是大作家陈伯崔写的一篇有趣离奇童话 这个故事讲了一只骄傲自大、自吹自擂的猫 作者陈伯崔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 他把毕生经历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 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 他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做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鼓励国内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 陈伯崔于1981年捐出毕生积蓄,创立了儿童文学原定奖 2014年改名为陈伯崔国际儿童文学奖 该奖项是中国世道儿童文学奖奖项之一 这只猫顽皮骄傲,还仗势欺人 猫有一次撞破了花瓶,还说 那算得了什么,我是猫 我昨天还一次捉到十几只老鼠 接着他不捉老鼠,却去捉蝴蝶 他本想捉弄蝴蝶,反而被蝴蝶捉弄了 蝴蝶飞走了 猫捉不到蝴蝶就把气撒在别人头上 他把向日葵撞得东倒西歪,头昏脑脏 把机关花的腰也给弄折了 明明自己不会飞,却和麻雀去比飞 他想,从下面飞上去不行 从上面飞下来总行了吧 于是,爬到树顶要飞下来 结果,摔了个四脚朝天,好久好久爬不起来 明明自己不会钓鱼,却吹嘘自己是钓鱼高手 用尾巴去钓鱼,结果被咬得血淋淋 这只猫很懒惰,鸭子叫他去大扫除 他就假装头疼 鸭子没办法,就去找儿姐姐和公鸡大哥帮忙 让他们帮忙叫上猫一起去大扫除 可他在大白天还假装睡觉 小鸭子好心跟他讲讲话 他却很不友好地给鸭子起了个扁嘴的绰号 这只猫还很暗暮虚荣 爱听奉承话,喜欢别人称赞他 仗着自己与老虎有几分相似 就夸口说,老虎见了他也要给他磕头 这只猫真是一只顽皮骄傲的猫 大家想想,猫没有翅膀怎么能飞起来呢? 鸭子会游泳,公鸡会打鸣 喜鹊会飞翔,猫会做老鼠 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人也不过如此 如果因为自己拥有某个突出的本领 就认为自己了不起的话 迟早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心中要牢记这句话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这本书里有五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一只想飞的猫 另外,骆驼寻宝记 叶姑娘和白昼哥哥 三只小喜鹊说的 和鸡大嫂上菜市场 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耐人寻味 这些作品贴近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语言生动有趣 故事情节离奇曲折 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 并孩子们在阅读后回味无穷 在不知不觉中受益 同学们赶快到图书馆借阅吧